回到新闻现场来关心国民党的部分区名单负评不断 当中央下午大动作开记者会对外介绍前16席部分区立委 包含争议比较大的被指亲中的退降吴思怀 以及在香港反送中冲突当中表态挺港警的前警大教授叶玉兰 以及从未公开亮相过的车移镜都各自说明立场 只不过韩国瑜的副手搭档张善政还是继续批评 无法昧着良心为名单背书 劝选民政党票随心去 16位国民党提名的部分区立委人选排排座 但少了把自己排进14名的党主席吴敦毅 以及排在他后面的谢龙介 但其他的争议人选则是亲自前来回应质疑 未入被指亲中的退降吴思怀 基于国际礼仪 在我们很多奥运赛事播放各国的国歌 大家都会站起来 我们没有特别跑去听习近平训话 强调到对岸参加活动 不晓得习近平会出现 而且放国歌起立是国际礼仪 神色坚定就算负贫不断也坚决打死不退 今天国民党叫我担任不分区 我就只有服从党的地道 没有个人所谓去或留的问题 争议的人选还有在反送中事件发言挺港警引发批评的前警大教授叶宇兰 所谓的挺送中条例并没有这样的事 我是挺所有世界各国所有的警察 还有连党主席吴敦毅都说不认识的扯意境 否认是富人帮的推荐名单 国民党的不分区成见吧 就连党提名的总统互选人韩国瑜副首搭档张善政都不认同 明年不管你对不分区这些立委提名的名单 心里怎么想总统的投票一定要投给韩国瑜 受访时很保守但脸书上写得很清楚 总统票投给韩国瑜但政党票随心而去 因为我们无法昧着良心替名单背书 这是国民党提了心党坚持公平公正 用这份名单争取选民的政党票 记者综合报道